但以來關心包含了行政院長蘇貞昌 外交部長吳朝燮 以及立法院長游錫坤 都被中國點名是台獨分子之後 中國網路上開始流傳 跟三個人關係很好的企業 他們都是台獨的金主名單 其中遠東集團就有名列在此 那現在呢 中國真的是開罰遠東集團了 名目是因為 遠東在中國投資的化鮮紡織水泥企業 違法違規 重罰他們新台幣3.8億元 但這不是政治因素呢 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就說 這是不允許支持台獨 破壞兩岸關係的人 在大陸這邊賺錢 幹吃飯砸鍋的事 只是我們就從數據來看 在2020年立委選舉為例 其實當時遠東資助的對象 藍綠都有 藍營有14位 民進黨則是有31位 只有立委今天也跳出來 替遠東集團抱不平 蝴蝶翩翩起舞 這美麗的生態公園在台灣 圓東集團為永續經營做出努力 但他們在中國的生意 卻似乎不那麼順利 因為違法違規行為 被開罰高達臺幣3.8億 台商謹慎樂觀 不過中國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 被問到查處遠東 卻回說絕不允許支持台獨破壞兩岸關係的人 在中國賺錢 幹吃飯砸鍋的事 難道是遠東集團捐政治獻金 給藍綠立委 加上最近又瘋傳這段影片 蘇貞昌等三個國台辦 點名的台獨頑固分子 其背後的金主被一一挖了出來 中國傳出十二家台獨金主名單 點名誠治頑劣 台獨分子行政院長蘇貞昌 外交部長吳交信 以及立法院長劉錫坤的續集 其中包括遠東 玉龍 何信 潤泰 養德 莉莉等商業集團 還有立委也牽涉其中 遠東集團旗下的雅尼 以及遠東興 已經發出聲明 說會逐項改善缺失 但未來還會不會有台商入列 恐怕很難說 華視新聞 玩著張劇情 黃昌聖 彭冠玲